Louis 聽說你演戲很有天分 不如做幾個表情來玩 假設你收到一支 LiKa剛剛推出的28mm 2.0光圈鏡頭 很細緻 又輕 新鬆HOOP 很方便 和35 1.4和51 1.4 之前推出的兩個版本 是同一個設計語言 最重要的是0.4對焦 Louis 全部表情都差不多 全部都是開心 驚訝 有沒有多些其他的 剛剛Louis表情多多想表達的 就是這支 LiKa最新推出的Sumicron 28mm 2光圈 AS Page鏡頭 號碼是11618 28mm其實我很少說 講一講這個焦段 其實適而形一些什麼 例如說風景 建築物 街攝 或者人物配搭一個風景 在28mm來說 是Rangefinder之中 在視窗中 看到最闊的範圍 如果超過28mm的話 就要用額外的Viewfinder去看 在28焦段內 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光圈配搭 例如說1.4 2.0 和2.8 說一說1.4 在重量和體積方面 都會比較大些 當然 價錢是1.4的話 都會偏高 2.8相對來說 是比較便宜 輕 和小 而2.0 就體積 和重量 都不會太大 價錢方面 相對來說 也是適宜 在廣角鏡裡面 都算是比較大的光圈 至於大光圈有什麼優勢呢 因為28mm拍得比較廣闊 光圈大的話 背景的虛化是比較明顯 令到主題更加突出 28mm 2.0 ASph的鏡頭 在Leica來說 真的不多 只有三個版本 第一代 就是有一個外置的Hoop 是膠造的 Hoop的體積比較大 而第二代 相對來說 遮光罩就小了很多 而且是用金色做的 是用一個螺絲的方式 將它裝進去 還有一些特別版 是用一個Build-in Hoop 扭出來 就可以用到遮光罩 而最新的這款 就全部都是Build-in Hoop 扭出來 就變成遮光罩 就可以用到 吸回去 就可以折省位置 最大的重點 就是這一支 增加了0.4米的對焦 大風景 建築物 可以拍到 而近攝的話 都可以兼顧到 相當全面 三支鏡頭 其實光學設計 都是一樣的 只是外觀 還有動幕方面 有所改變 這支鏡頭 我拍了幾百張照片 綜合一下 說一說我對這支鏡頭的感受 我覺得這支鏡頭 色彩濃郁 現場感很豐富 還有輕微的Dark Corner 令到主題更加突出 以及氣氛更加好 這支鏡頭對光的敏銳度 是很高的 影像也是非常細緻 成長是明亮和光鮮 最重要是可以做到0.4對焦 跟之前推出的51.4和31.4 是看齊了 近攝再不是M鏡的障礙 相機吃先吃不到的問題 終於就解決了 一支鏡頭多過用途 近、遠都沒有問題 這支鏡頭相對來說 是非常全面的 我想說這麼多都沒有用 最重要是大家去看看 它拍出來的相片是怎樣 那我們現在去片 連結到影片 後面還有一支鏡頭 對焦絲的位置 就像不一樣 發生一支鏡頭 在這一支鏡頭 一支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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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支鏡頭 在這支鏡頭 一支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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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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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大家看过 你对这支镜头的感受又是怎样呢 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有用 希望你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